《遗书》是人离世之前留下的最后说话 中国人说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每个人在执笔的一刻 思水万千,万语千言 有喜有悲,有德有失 有此有忠 人生本事如此 多谢父母公书教学 让我在社会上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多谢哥哥、姐姐 照顾我,让我任性地生活 最后多谢上帝 因为我这一生有你的恩典 做了17年,做到Burnout 选择了提早退休 退休金一百万 在街上看到有些重金属的投资 听过计划里面 买出买入都可能会赚到钱 最初投资10万元 赚了一万元 投资的人说 我们公司看市场都看得很准 叫我把那一笔退休金放进去 都赚到 那我就把那一百万 他帮我投资 谁知那一两个月不断地亏 亏了五十万 我都叫停 高级经理 他就说 他这么多个下属的户口都赚钱 很有信心 赚回五十万 那我见他又说到头头是到 那我问人借 那又问财务公司借 一个月的期间 有个好消息 追到有二百万 不如这样 看看可不可以再放多一百万 一开始 他说他是基督徒 他帮我追回的时候 他都叫我不要再玩这件事 我不其然 我会觉得他应该不是骗人 那我就再问朋友借 那九月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说没有了 那我不知整件事是怎样的 就是我不是那些投资很有经验的人 那一剩下 我都还没觉得他是骗我 真是很蠢 一天八五万 无助迷惘 绝望 显身到自杀的念头 最容易死的就是跳楼 那我就去了 尤华地政车厂八楼 一跨出个楼 急聚落到七楼 就后闊 手碰着墓 长短不实达罗团片 没有痛楚的感觉 救护员来 拍醒来 那时清醒了 为什么我在地上 为什么那个视角这么特别 我在医院大大话话做了七次手术 右脚菠萝盖碎了 用泰金属 把整个脚拌 脚裸就散了 用骨砌 左手散了 肌肉没办法活动 就开始萎缩 感恩的是右手 是完全没事的 九个月出院坐轮椅 上帝恩恋很奇妙 提高了我的行动能力 现在我的工作 就是在教会里面 做半职事工干事 主要就是带一些青少年 因为牧师的邀请 他就说我以前做开教师 跟青少年都一起成长 我经历了生死 上帝给你有这个日子 最重要是活在当下 灵堂上有四个大节 是无父主恩 以前做老师 跟一帮学生同行 现在在教会做干事 尽心揭力去侍奉 我是没有辜负到他 给我的照命 服装品太眼镜 当我出了意外 牧师来探我 他就给了这副眼镜 有点烂 一般人觉得烂了 便宜他买个褲 虽然烂 但修补了之后 他是可以用得上 是可以有他的功能 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 那时候欠人的钱 卖了一层楼 还回给人 剩下的就被爹地妈妈 开享晚年 很能够体会到 耶稣所说的就是 不要为明天悠 无论开心 无论是有担心 你是否能够倚靠他 你是不是能够倚靠他 你是不是能够倚靠他 你是不是能够倚靠他